也就影响了整个这个日本的民间的一种这个精神 什么五十道精神呢 或者是这个要忠啊 忠于自己的工作 忠于自己的上级呀等等 跟这都有关系 大家可以读一读 那么简短的说我们 说这个书的最后呢 他提到了对我们个人 当然我相信这也是作者对他自己的一种反思 就是读完这么荡气回肠的一段历史 波澜壮阔 大国迭乡的崛起 互相取代 到最后总结出来 对我们个人有帮助的是什么呢 他认为呢 就是我们要乐观 要积极进取 要这个努力 要自强 最重要的就是要乐观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事 但是呢乐观的人 我总是去做 总是在摸索 总是在想办法 去把困难给度过去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自然而然 就能发现新的这个地方 我们无论是从早期的 这个西班牙葡萄牙 他们 他们 也经历过黑暗呢 他们已经被阿拉伯的大军 已经 逼的 就都快 亡国了 他们整个大陆 差点都被这个穆斯林都给占领了 最 那个 他们在之前 数次跟阿拉伯的 这个大军交战 并没有占到上方 对吧 最后是土耳战役 一战定乾坤 保住了 他的这个基督教的火种 这个 对吧 就是在那种不利的情况下 他们走海上的路线 你包括后来 像荷兰的崛起 荷兰那时候商贸那么发达 但是在欧亚大陆上 依然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所给 统治的 你这路上交易 基本上就没门了 所以呢 大兴海上贸易 你包括这个 英国 英国 那刚开始 这个 也想在海上贸易 分一杯羹 但是那个时候 还去抢这个 葡萄牙的 这个战船上的 这个 福货品 还去抢什么 尽是去搞这种 土匪 强盗式的 这种 海上贸易 过得就是感觉很被人不齿 但是他慢慢的 就是在这种被侵蚀 被鄙视的 这种眼光当中 慢慢的从弱小 走向了强大 这个 所以呢 这里面就是 他在讲国家 实际上呢 也就是在讲个人 每个人呢 都会经历黑暗 都会经历这个 挣扎 但是呢 看你 能不能开拓出 一段新的 这个手段 然后去克服它 然后走向辉煌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